在开始之前 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麻烦帮我一个忙 帮我订阅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我也有会员频道 那我在会员频道里面 一共有分两种 一种是基础的会员 我会教授缠绕的基本的一些知识 就是缠绕基本功系列 我记得应该是已经有26课在里面了 然后另外的话 稍微进阶一点 有主题的缠绕呢 是一共有13课的 我都还持续在更新 那目前的状况是 大概每个月都会 两个阶段的 都会各更新一起 因为备课其实比较困难 要准备很多的材料 我要查很多的东西 要翻Sentango官方它很多年 甚至就是我在当认证老师之前 他们的那些资料 我都是没有看过的 也都要到处去找 然后要画自己要先画过 准备教材这一类的 其实是比较难 比较困难 那在里面有蛮多丰富的 细致的讲解 那如果说是有比较 新接触缠绕的朋友呢 我会建议从材料基本工开始学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是加入进阶的会员的话 材料基本工也全部都可以看 那在我直播里面 我会提到的一些技法呢 基本上应该是在基本工里面 都已经有教的 那我现在是正在陆陆续续补充一些 比较少人知道的东西 好那我们的第七期 就是一样不期待 不批判不设限 那我先把它拿走 我们要来抽一张卡片 这个是Louis Hay老师的卡片 来 拿底下一点 Only love is real 只有爱是真的 爱也有假的呀 也有虚情假意 对不对 OK Whenever you are afraid Remember this Only love is real Let God bless you Guide you And inspire you 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 要记得这个 只有爱是真的 让爱祝福你 指导你 启发你 OK 那我们 对吧 我还是相信有真爱的 不管如何 我们对缠绕也是真爱嘛 像我这样子就一直画了六年 还是在这样子每天很开心的一直在画 绝对是真爱无物 OK 那我今天一样 我们这个月都是画这个茶色纸砖 那这张是普通的纸 这个不是官方的 官方的纸我觉得 发装有点软 有时候如果说 用纸插笔插久一点的话 它经常会起毛毛 我就比较不喜欢 不过它 确实那个纸质是很好的 好 照惯例 我要剧透一下 我过去一周在干嘛 我们过去有一个实体课 然后谢谢明里有来参加 还有小熊 还有Ruby 还有Linda姐姐 那我们在 我们画了一些东西 那那个比较大 我就没有办法放在这个桌面上来展示 那我另外的话 就是剧透给大家看 因为我发现我有好多的小布袋 我就画了这一个 女儿说超好看 她很喜欢 好 然后另外这个是 另外一个实验作品 这是用一个笔刷画的 OK 蛮好玩的 我很少画在 不是纸的上面 因为觉得 那个工具比较 比较麻烦 那这一张会是 下一支影片 应该是过几天就会上了 好 这张是已经画好的 然后再来 这一个 这个也是已经录好的影片 估计是五月的第一支影片 是这一张 这一张是呈现了一些立体的效果 OK 然后是 这一个 这个我是手写的 Brush lettering 这个是我在准备下一节的会员课 这个进阶课 叫我要专门来讲 Will这个图样 OK 这个是小小的剧透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一定要关注我 还要开启小铃铛 对不对 所有的YouTuber都会提醒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纸在这里 那一样要拿出我们的 我们的APP 好 我们一样用这个 Annie Oken老师的 赶快要把她的名字放上来 Annie老师的名字 Annie Oken 非常感谢她 那我们 第一个是暗线 OK 好 这个是一个 有点像紧致的暗线 天笔 那我们一样 四个点 在我们画暗线的时候 我们一样缠绕画的 基本第一个步骤 就是 感谢与感恩 我们要感谢什么呢 据我所知 4月22号是 世界地球日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感谢地球吧 谢谢地球存在我们 所有的人类 不过最近地球有点乱 对不对 我们这一个 暗线是这样子 我会画用力一点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反光 看这个看不清楚 我用力一点 就像我女儿常说的 她觉得这一界的人类不太行 把地球搞得很糟糕 所以就我们很抱歉 这个是我们的暗线 如果你画好了 那我们就拿出 带针笔 我一样 最近都是爱用 Paintail的 Point Miner 它的logo都被我磨掉了 这边都画画掉了 这是Paintail的 0.1 黑色 好 那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图样 好 B-line 这一个 怎么画呢 好的 来我们先拿一张纸来 我们一样要稍微说明一下 让大家知道 这个图样是怎么画 如果你刚好是没有画过的话 就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图样呢 它算是比较有规则性的嘛 那首先呢 是要有一些横线 先用铅笔画出横线之后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笔哦 画出这种折线 那第二条线的话 就这样子 变成好像菱形一样 第三条线的话就关键了 第三条线的第一条开始 要从这里 这一个跟这一个 这两条红色跟蓝色 它们是平行的 所以要这样子 关键就是在这里 这两条是平行 我们要找一支绿色的比较 就很清楚 就知道它的顺序 那我们这个可以无限延伸 你看你的画面有多少 你如果画面很宽的话 你就可以画一大堆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的就是涂黑咯 那就是在这种 菱形的地方 就进行完全的涂黑 对吧 那这边这种 这个就可以连起来 它就会有这种立体的效果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后续的那种灰色的部分 那比如说像这边 变成就是黑白灰 黑白灰 就这样子 它是有规律的 这边就黑 灰灰 我晕了 这里是灰 这里是灰 就是按照它的规律这样子 它就会有那种立方体的效果 好 那这个图样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来开始画在纸钻上面 那这个图样的话就 怎么办呢 来我们看看 我们这边 这里跟这里 刚好有两个这种横线 那我就再补一条 感觉一下 再补一条 这样子 那利用这边 好 开始了 好 因为这边的话 我们就有一条暗线嘛 我就不打算画过去了 那就记得 这一条就要跟它平行 对不对 假装从它到这里 然后它是这样子到这里 要飞过来 好 从这边 这样子过来 好 那这样子这里 就可以连起来 连起来 连起来 你看我是不是很偷懒 这样子就很轻松 所以一下子就把 一大片的面积就 画上去了 然后这里是 涂黑 我用的是 Sacola Pigma Graphic 1号 黑色 用这个会快一点 涂黑 涂黑其实蛮疗愈的 如果你用1号笔花的话 这个面积比较大 你可能会比较吃力 还是建议用粗一点的笔 会好一些 这个 这一角也是黑的 这里也是连起来 OK 这边好像漏了 可以 我觉得我最近有一点 迷迷糊糊的 事情太多 搞不太清楚 好 我这边的话就 像刚刚那样子 我看看 这里底下画灰色 先把它涂上 免得等一下忘记 这里也是 那应该是 这一块 这一块 等一下再来做细部的调整 我们只是先铅笔先眨着画好 抽第二个涂样 3D的BELS 它没有分解图 没关系 我大概知道怎么画 今天都是这种格子形状的 怎么回事 我照着它这个图 我知道怎么画 其实在我们画 缠绕画久了以后 通常 一些图样看到就知道该怎么画了 不会太困难 好 这一个BEL的图样 它就是在这种格状里面 然后画这种图形 外面延伸的是一样的 那它的变化之处在哪里呢 变化之处在于 它里面又画了一个 内光环线 内光环线 然后中间一个点 好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我看看它是哪里特别 我用蓝色的笔哦 画在这一个位置 这样子 它比如说像这样子 它延伸出来是这里 它就想象说它这个是一个圆弧状的东西 然后它上面有这个点就突出出来了 所以它会产生一种3D的效果 迷迷的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是我们家小孩从小的一个说法 就是好像有一点 mystery 神秘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有点迷迷的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不知道试试看吧 不要排斥任何图样 我最近一起的那个Sentangle的 Vlog Julie她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给一些图样第二次的机会 其实蛮好的 Julie是Sentangle公司的员工 是一位金发美女 好 我们就直接画在这里吧 反正这里面已经有一个格子了 对不对 在她的文章里面 她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经常画同样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 画的就爱上 也有一些是画了以后 就觉得很不喜欢 就觉得啊不行 她不是我的菜 那种感觉 有没有 很多哦 我觉得我就很不喜欢 画这种格子状的图样 虽然说我画了很多 网络与片段 可是这种格子状的图样 真的 有时候我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Julie说 我们就应该是要再给她一个机会 因为她 每个图样都是好图样 我们如果说 第一次画的时候 觉得不是特别喜欢 不妨考虑再试试 我们可以用 不同的笔 或者不同的纸 或用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它 好 我这边要做一个变化 在这个图样里面 它是只是画一个黑点 但是我想要画的是一个圆珠子 所以我会画一个圆圈 好 我没有碰到边边哦 你碰到也没有关系 我只是不想碰到 好 那我们这边这两个coner 我们要来做它立体的部分 因为我画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圆圈 所以会体现在这个地方 它会呈现一个立体的半圆的状态 所以我要先画一个圆弧 一个底 然后上面的话 就这样子 就半圆弧形就出来了 好 然后 这边再连过来 这边再连过来 它就会产生立体的感觉 这个是它的光环线 好 这边一样 先画一个好像 有一点点上扬的弧线 然后上面的就是半圆 它有点像糖豆的感觉 再来这边连过来 这边连过来 好 那再来是里面的光环线 好 好 我知道你们可能还在画 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一些 加出圆画的动作等你们哦 慢慢来不要急 我们缠绕就是一次一笔画 你们最近有参加线下的活动吗 应该现在台湾的疫情也渐渐解封了 慢慢的就大家都会出来活动了 我看到好多老师都有开心的课程 当然如果有机会去上线下课是很棒的 因为线上跟线下真的是差异很大 当然线上课还是要看的啦 像我的影片一定要每次都看 还要点赞分享 还有欢迎你们在我影片下多多留言哦 就蛮奇怪的 我的影片的留言数好少哦 你们都不喜欢跟我说话是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少人留言 里面这个光环线我想想哦 我觉得我想要把它加粗一点 可能会比较好看 好那这个图样就进行到 先暂时进行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图样 我们会抽到什么 T-A-G-H 这个就像鱼鳞一样嘛 是不是 来 它的画法 对 就从一个角然后延伸出去 在一个画面里面 我会画大一点哦 就是画水滴图样 然后 然后 这样子 很自然的就是往外面延伸 然后把你的 要画的空间就去 慢慢的去填满 然后在这个里面 就画一些 涂黑的部分 也是小小的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图样 那它也蛮沾面级的 挺好的 好 那我们这个要放在哪里好 放在哪里好 就放在这个位置好了 我们今天可能可以画到四个涂鸭 就放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角落 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涂样 尽量画大 画大的好处呢 第一个 当然就是它比较沾面积 你一张纸转很快就画完了 对吧 再一个就是说 当你画大了以后 你在里面呢 要加装饰的细节 会比较好画 它才会有足够的面积 所以我一般来说 不会画太琐碎的东西 我觉得我应该要画过来比较好 OK 继续往这边加 没问题 它有点可爱 好 我先画到这样子 如果等一下有需要再来加 那这边同样我用粗的笔来填 这个涂黑的部分 我再来补一个图样 这个是官方图样 它需要先画出一个圆圈来 然后有一点立体 它其实也主要是靠英文 我画大一点 画有两个圆圈 像甜甜圈一样 不过建议就是不要很呆板的 就是同心圆两个 这样子会比较活泼一点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要以这一个地方作为圆形的那种概念 然后就这样子画 这边的话会有一点点弧度出来 我现在是把距离拉得比较宽了 那这里面的话 稍微弯的这样子 一点点 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这个结束的地方 都是超过前面的铅笔暗线 就是要包出去的感觉 那像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 它会是这样子的 这些里面就把它涂黑就是了 最主要的是它后面的阴影跟高光 那阴影跟高光我就不在这边做演示 我们在实际的纸针上面来画的时候就可以操作 来来来就直接这边我就画一个很大的圆圈 好那假设它的中心点在这个位置 就像 你看我这个粗细 我觉得不是很中心的 如果是很OK的時候 其實再往外面畫沒有關係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做一些塗黑的處理 務必記得裡面的就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轉動紙磚才會好畫 不然你就會畫得很卡 好這邊 這邊可以直接做出來喔 它就進去了 這個圖樣我也不是特別擅長 就是知道它怎麼畫 那我不打算把它全部塗黑喔 因為全部塗黑 這邊已經很重了 如果這邊又塗黑 我會覺得更加的沉重難受 所以我會用這種方法 這個技巧叫做閃爍技法 在我的會員裡面 你不需要思考太多 你不需要思考太多 你要專注在你的當下一次一筆畫 你看這邊就是我剛剛覺得 我這個寬度不夠喔 所以我就用補出去了 那這個時候沒有關係 就照這樣子繼續畫就可以 那裡面的話呢也是一樣喔 等於就是相反的方向 也是這樣子用輕輕的筆觸 這樣子去把它做一個填充 中間就會留下一段 它是沒有用黑筆去畫的 它就是我們的高光的部分 差不多了 那我這邊呢要來補幾個 這個很可愛的圖樣 放在這邊稍微平衡一下 這樣子感覺會好一些 對… 你自己可以斟酌要加幾個都可以喔 OK 好畫面差不多滿了喔 那這邊的話因為它有邊界的關係 所以這邊要來把我們的這個邊框要把它連上來 不然會乖乖的對吧 這邊也是這個角看看喔 就把它畫上來 等於是我們今天這個創作它是有一個框在這裡的 然後我打算來給它做一個Double的處理 外觀環線加進去 好 謝謝 謝謝 真好 我们要开始画阴影了 我们前面的这一个 怎么讲 这一个第一个图样这里 这个我们之前铅笔已经画了 那就用纸插笔 来把它 匀一匀 就单纯的用纸插笔就可以了 其实我一般 不太喜欢作品里面 有大片的黑色 反正今天抽到的就这样吧 这个 在传到创作里面 我们就是要去一点一点的去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细节是漏掉的 然后可以进去做补充 这边的话 我们先来把这四个珠子先画起来 我们要用的是 这个白碳笔 General的 直接白色的随便乱涂 我用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珍珠画法 我用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珍珠画法 然后用 干净的纸插笔 你如果没有的话就用棉花棒 是OK的 再来还是铅笔 你看我这个铅笔是这种 小朋友用的铅笔 这个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 舍不得丢 正好拿来画图 像这种 珍珠的画法 我在我的会员课里面也都有教 然后出我们的怎样笔 这个是三菱的 倒过来 三菱的Uniball UM153 这个是我最推荐的白色的笔 因为它的笔笔比较粗 而且比较白 遮盖力特别的好 这个也就这样子 同样画就好了 不管它 那这边 其实这边会有一点点奇怪 感觉 这里好像要被压下去的感觉 我希望它是 底下的那一层 我很用力的 给它加一领 好 那这一个中间的部分呢 用简单粗暴的阴影上色法 中间画圆圆 中间画圆圆 然后以四个方向 这样推出去就好 那因为它这一块 它是想要有一点点立体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它整个看成是一个 怎么讲呢 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它也不能算球形 它已经变形 就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立体的怪怪的东西 这样子 我就这一块 稍微有一点点像月牙形状 这样子的范围 画阴影不要怕 反正就试试看 我们的阴影 缠绕里面的阴影 不像真正的素描 非常非常的讲究 光影啊 这一些的 我们 怎么画都 no mistake 所以就OK 好 这样子 那在 这个里面 我就用铅笔来加黑 让它稍微有沉下去的感觉 旁边如果有空隙 可以稍微加一点白 让它有一点点 光影的表现 如果你 没有干净的纸插笔 这种尖头的棉花棒最好用 非常推荐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有一点可爱的感觉 挺好的 然后我要打算在这一个地方 加一点白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加 就加吧 那这边我就换这种圆头的部分 然后是 这一个 这个的话很简单 不过我要先把这一块 这边稍微有一条线 我要把它擦掉 不要影响我作品的美丽 就是这种黑的部分 旁边可以给它加阴影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等一下加白色 这边也顺便 这边也顺便 平常都是 我经常领化 就是带着大家画 我比较少就是 被其他的老师带领 我觉得能够被老师带领 画画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不对 你们觉得很幸福吗 因为自己都不用担心说 想要画 下一步要画什么 就等老师跟我们说就好了 对 不过我这个老师呢 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要画什么 真的是很随机 对不对 对呀 当学生最幸福了 我觉得好幸福啊 不过跟大家分享哦 就是 我自己啦 我个人 我是比较喜欢工作 不喜欢去读书的 倒也不是说 自己功课不好什么的 就是我很享受工作的成就感 而且工作老板会给我钱啊 对不对 我去上学老师又不给我钱 大概是这种赚钱的热情吧 我很喜欢这个图样 这样画起来 很漂亮耶 这个图样 也就是 外圈 外侧 就沿着那个边边 给它上比较重一点的阴影 那这边因为有叠到嘛 就直接画过来 没有关系 然后那一圈也是一样 它就是所谓的甜甜圈阴影 我在会员课里面 好像也有一课专门讲阴影的 也有这一个东西 反正我讲的课太多了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尤其是年纪 现在就是 我不能说自己老了 就是越来越资深了之后呢 记性真的不好 你就常常忘记我讲过什么 所以如果说我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 你们也不要嫌我牢叨 因为我忘记 我忘记我讲过了 然后中间这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最亮的那个 最高的部分 就用白碳笔 我这边的笔触是这样子横的 就顺着它的这个 这一个壶这样子弄了一圈 然后在棉花棒再来把它圆圆圆 我为什么 我明明有这个纸茶笔 可是我为什么选择棉花棒 是因为我刚刚已经 在旁边上过阴影 那如果我再用这一支的话 这一支的笔头就会变得黑黑 就会变脏 那可是棉花棒就没有关系 我用完就丢掉就好了 可是只差比较 让我用一次就丢掉 我舍不得 棉花棒OK的 所以我经常 家里是常备有这种 棉花棒在的 方便画画 那如果说你觉得哪个地方 阴影不够深的话 可以再加 你看我这边 刚刚那个 调整宽度那个线条 其实还好 看不太出来 让立体感就有了 对吧 我要拿一支金色的 小猫老师说 喜欢我示范卷纸笔的那堂课 OK练习的很久 这个就画在这个上面 就点一个圆点 我确实也是卷了 自己卷了好多支纸叉笔 可是好久没有卷了 就有一点手生 现在就好像卷不太出来 会卷得很细 我那个就多练习吧 OK的 好那这个地方 我要做一点装饰 因为我觉得它 就是单纯的一块黑黑的 我不喜欢 我直接就画 这种回字纹 直接绕进去 那这一边强项 是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 OK 那这边也有 这下 这边也要有 这样就不会觉得很单调 大块的黑色在那里 然后这一些线条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太细了 所以我要再加出一点点 另外 这边 要补一下哦 让它这个 效果更明显一点 从底下往上哦 慢慢的推上去 不要全涂满 这边也会有一点 然后 莉花吧 就会看到它是 没有全白哦 就是从这边 白慢慢淡掉这样子 嘿嘿 这里怎么乖乖的 加一点 粘起来 嗯 我已经觉得它应该要全部涂黑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要画到这里 就OK了哦 然后大家画好的作品呢 就可以 呃 在我的 《产浪魔法村》的社团里面 或者是你放在Instagram 可以take我 让我过去赞美你 好 大家要签上自己的签名 而且要签在正面哦 肯定自己的作品 在我的会员课里面 有一课是专门教大家 怎么样设计一个简单的签名哦 这个是基础课 嗯 各个角度给大家看看 还蛮有趣的这一个创作 用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图样组合 那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 有点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OK 谢谢喵喵说好看 我相信你们画出来的一定也都很好看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这边 要告一个段落了 那谢谢每一位参与直播的同学 用你们的参与是我 前进最大的动力 那下一个月的话 嗯 我预计好会稍微做一些调整 就是每个月的五号吧 这样就比较固定 就是五号 十五号 二十五号 这三天好 就是我都会来做一个直播 那我考虑是调整到晚上九点半就开始 这样大家不会太晚 OK 那所以希望大家下个月也能够一起来参与 我的共识会直播 一起来玩一玩这种不期待 不设限 不批判的缠绕话 OK 谢谢大家喽 那我们直播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